第一个我们来介绍长度的测量 接下来会体积 最后是质量的测量 每一种测量工具都有它一定的刻度大小 比如说一般的词 最小刻度到一公里 也叫毫米 所以用这种词测量的时候 只可以准确到公里 而比一公里还要小的部分 我们都是用估计的 待会下一页就会介绍估计值 第二个 长度测量的公字单位 先讲一下 SI字叫国际单位字 旁边有英文 它的基本单位叫MKS 我们来介绍一下 SI字有两个单位系统 叫MKS跟CGS 分别对长度 质量跟时间给一个单位 在长度的话 在MKS里面就是用公尺 M 质量的话是用公斤 所以是KG 所以是KG 所以这边写K 在时间的话我们都是用秒 所以是S Second S 如果在CGS的话 长度S是公分 CM 质量的话是用公克 KG 所以写个G 所以写个G 而时间也是用秒 S 所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表格 我们先从公尺开始 英文名称是meter 英文字的缩写就是M 对公尺的换算就是一公尺 以它做基准 再来我们看公里 公里这边有kilo kilo是10的三次方 所以缩写KM 对公尺的换算 10的三次方就是1000公尺 再来我们看公寸 公寸叫decimeter daci daci是10的 负1次方 所以缩写是DM 0.1公尺 再来公分 又叫厘米 centimeter 身体就是10的 负2次方 CM 0.01公尺 再来厘米 也叫做毫米 mini mini是10的 负3次方 所以MM 0.001公尺 这个公里 里这个字 老师讲一下 里这个字 就等于这个字 这两个字 是一样的 记号公分叫厘米 公里叫毫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公里还要小的单位还有 下一个我们叫做微米 英文英文叫micrometer 这是10的负6次方 所以它等于10的负6次方公尺 比奈米还要小的 再来比微米还要小的 再来比微米还要小的 就是奈米 这国中喜欢考 叫narometer 10的负9次方公尺 所以这等于10的负9次方公尺 比奈米还要小的还有 高中的课程 叫pm 中文叫皮米 比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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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负12次方 所以一个匹米等于10的负12次方公尺 在国中阶段 这个微米不会烤 匹米也不会烤 再来我们看这里 奈米 一个奈米 是10的负9次方公尺 而10的负9次方公尺 就是1公尺